大小姐深夜来电 要我带上医疗箱去找她 我立即起身 一分一秒都不敢耽搁 抵达她家时 打开密码门 就看见娇惊美艳的大小姐 慵懒地躺在沙发上 身上松松垮垮 只穿着一件男士衬衣 一双修长的大腿 暴露在空气中 格外引人遐想 我却知道这迷人的外表下 藏着怎样腐烂的心 满脑子除了收敛起来的恨意 半分欲望也没有 我换了拖鞋 目不斜视走到她跟前 目光落在她的脖梗处 那里原本是雪白光滑的 如今刺眼地存在着一个牙印 轻肿甚邪 大小姐倒是好兴致 居然如此纵容今晚的地点 我一边给她上药 一边暗自付匪着 当然 不忘记在面上染上疼惜与伤心 沈总 这人也太不知轻重了些 一句若有肆无的抱怨 是在试探今晚侍请人 在沈樱心中的地位 谁知沈樱并不生气 嘴角虽然还带着甜蜜 却警告般地看了我一眼 一会儿别乱说话 我还没听清楚 浴室的门就被打开了 走出来的男人只围着浴巾 那张脸正是我印象深刻 牢牢记住的面孔 是林青云 沈樱的白月光 如今 看到她在这 我就立马意会 沈樱的伤是哪来的了 我长得很像林青云 否则当初沈樱也不会在酒吧 对我一见钟情 阿英 这是谁 林青云眼里满是探究 只是公司的秘书 白月光回国前 沈樱就三令五身警告我 绝不能让她知道 我俩的关系 只是我才知道 两人久别重逢 就迫不及待滚到一起去了 林青云走过我身边时 她漫不经心 推翻了茶几上的花瓶 正巧落在我的脚上 疼得我面容一下子扭曲起来 呀 林青云看着四分五裂的花瓶 不怎么走心地道歉 阿英 我只是看这个花瓶不爽 随便碰了下 摔碎了你不心疼吧 沈樱叱咤商场 这种最基本的借贷 哪里听不出来 微微一笑 误价而已 没伤着你就行 碎了就碎了 反正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余光撇见我红肿的脚趾时 她面色不渝 还不收拾了东西滚出去 没点眼力减 我微微诺诺称事 处理好碎片后退出 很快 我就在门口听到她俩毫不避讳的声音 我告诫自己 要冷静 可脑海中全是奶奶死前的脸 无助且撕心裂肺的痛 再一次涌上我的心头 我是个孤儿 是奶奶给了我一个家 老夫幼童 一路磕磕绊绊 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 好在我比较争气 一直没让奶奶操心 她给我取名叫黎未 未来吗 总有盼头 奶奶希望 无论生活如何曲折 我都要保持对未来的乐观和期待 我和奶奶相依为命 她是我唯一的亲人 也是我最重要的人 我因营养不良 所以青春时期特别瘦弱 奶奶怕我被欺负 所以我去哪读书 她就去那所学校里 应聘垃圾清理员的工作 靠捡垃圾卖废品 维持我们的生计 我不想让奶奶那么辛苦 所以努力读书 想快点成长 让奶奶过上好日子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拔尖 所有老师都说我一定能考上清白 那时我还以为自己 能有光明美好的未来 可就在我高考后 一个最平常不过的傍晚 奶奶死了 死在了家门口对面的马路上 她手里还提着一篮我最喜欢的菜 应该是打算在周末的晚上 给我夹餐 她只要跨过这条人行道 她就到家了呀 可是 她却永远留在了车水马龙的红绿灯下 后来 我才清楚 奶奶是被金圈大小姐沈樱害死的 当初沈樱得知林青云要出国后 就把与她有关的东西 全扔到了垃圾场 包括记录她少女心事的日记本 虽然只写了寥寥几页 那时贫穷的我 从来没有拥有过一本好看的笔记本 奶奶从没见过有钱人家 这种高档的牛皮本子 既然没人要 索性她就捡了回来 处理干净后 放在了家里的书桌上 就等着我周末回家 给我惊喜 可没想到 沈樱得知她扔掉的东西 被奶奶捡去后 自觉丢人 就带着小弟 不由分说地去围殴奶奶 奶奶无力反抗 被殴打的整个过程中 一声不吭 只是始终护着身下的那篮子菜 直到那群富二代 打得没劲了 奶奶才得以颤颤巍巍地爬起来 她抹了一把嘴角的血迹 想要离开巷口时 却有一辆车路过 沈樱勾唇细血一笑 便对着没站稳的奶奶 又踹了一脚 我后来 去查路边的监控 看到了他们整个作案过程 哭到激进昏厥 只是警察接到我的报案 在回去查监控时 监控屏幕上 只剩下一大片白茫茫的雪花 是沈樱使她花钱扇了监控 甚至就连那个巷口的摄像头 都莫名其妙地坏掉了 我知道 是沈樱害死了我的奶奶 可所有人都让我不要再查下去了 所有人都说 我一个普通人 怎么可能独自对抗沈樱背后庞大的势力 后来 我放弃了北大 去了和沈樱一样的普通大学 开始一步步勾引沈樱与我沉沦 既然 林青云是她的白月光 那我就要成为她的朱砂志 和沈樱在一起后 她直接在市中心最豪华的地段 给我买了一套大平层 但这儿充斥着她的气息 所以我并不喜欢这里 每当她不需要我时 我都会回到我和奶奶的那个破旧小屋 一个人静静地待着 掉了漆的墙上挂着奶奶的遗照 许久不回这儿 照片上都落了灰 我刚想去擦拭 就看到沈樱给我发的信息 过来 我叹了口气 对着照片轻声说 奶奶 再见 再回到沈樱和林青云刚待过的房间时 她正躺在摇椅上 灯光打在那足以迷倒万千少女的脸上 我的恨意 却再次不受控制地上涌 生气了 不知何时 沈樱睁开眼 对上了我寒怒的目光 我低下头 快速连好心神 换上她最受用的乖顺笑容 能待在沈总身边 就是我求不来的福分了 我有自知之明的 沈樱满意地勾了勾唇 示意我坐在她身旁 然后踢了踢茶几下的抽屉 里面有红花油 你擦一下 不然好久都好不了 我脸上露出藏不住的受宠若惊 羞涩点头 谢谢沈总 沈樱醋眉 就我们两个人 你还喊得那么生分 我取出红花油 大手揉搓发热 听见这样虚伪的话语 忍着厌恶乖乔喊她 樱樱 你能关心我 我很高兴 沈樱笑眯了眼 你乖乖的 我就让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要是不听话了 我就把你丢进海里喂鱼 我试试害怕地哆嗦了一下 把沈樱逗得开怀 明晚出海 在游艇上为青云举办 归国接风宴 她见我没有言语 从身后圈住我 在我耳边低问 你不想去 我顿了顿 给她留足了遐想的空间 随后摇了摇头 温吞开口 樱樱 只要能留在你身边 你做什么我都高兴 你不知道 我爱你 我这辈子不能没有你 话音刚落 我就感觉到沈樱的脸 贴上了我的肩膀 她轻叹 黎卫 你一定要怪 我满足你的愿望 看似深情 但我清醒地知道 只不过逢场做戏吧 只要将她哄开心了 她可以对每一个男人都如此 她抓住我滚烫的手 语气诱惑充满暗示 去洗澡 好吗 我看着她的脖梗上的牙印 扯出难看的笑容 婉言拒绝 音音 你需要休息 沈樱看着我不说话 我抿了抿唇 去了浴室 真恶心啊 刚跟白月光上完 又来找我求欢 我在她身上发泄着怒火 动作格外粗鲁 沈樱叫得要死要活 软成一滩水 连错事都忘了做 最后趴在我身上 喘着粗气 回过神来 她娇笑着用食指 在我胸口打圈圈 还说不敢生气 今晚这么凶 我含住她的手指 大手摸上她平坦的小腹 没有说话 今晚 我在这里种下了种子 晚上 我登上了这座 嘈杂热闹的豪华游艇 里面很热闹 我故意晚点到 就是想看看 他们能做出什么幺蛾子 此刻 沈樱的小弟 正在开香槟 有人喝酒上头了 说话不够脑 青云哥 你不在的这几年 可都是黎位 帮你照顾沈姐的 我看到林青云 强称的笑意 咬着牙蚊声询问 真的吗 可以给我讲讲 她是怎么照顾阿英的吗 那群看热闹 不嫌是大的人 立马争先恐后地讲述 我放弃自尊 讨好沈樱的过往 沈姐喜欢蹦极 黎位为了随时随地 陪着沈姐 自己恐高 居然还去学了 三个月的蹦极 最后差点整出 心脏病来了 后来沈姐 去蹦极的时候 再也不带着她了 哈哈哈哈 还有还有 去年沈姐过生日 对她准备的生日 礼物不满意 就让她跪着雪狗叫 然后再用嘴一张张 捡起被人踩过的钞票 她为了哄沈姐开心 竟然全都乖乖照做了 不愧是圈内有名的舔狗 你懂什么 舔狗舔狗 舔到最后应有尽有 黎位虽然不要脸 但是沈姐 愿意给她花钱啊 听到这 林青云的脸色 已经很难看了 毕竟同为男人 她很清楚 一个男人肯为女人 做到这种地步 意味着什么 那些小弟越说越上头 尤其是喝醉了的男人 总忍不住说些婚话 则则则 黎位照顾沈姐 真是尽心尽力 都照顾到 嗯嗯嗯 你污我的嘴干嘛 被污嘴的男人 刚要给不长眼的兄弟来一拳 就听到酒杯滑落的碎裂声 和林青云极言利色的质问 沈音 你和那个男人 到底是什么关系 沈音讨好地扯了扯 林青云的袖子 阮宇 她真的只是公司的秘书 你别多想了 那你把她辞了 林青云语气放软 苦口婆心 你毕竟是个女孩子 就算自己没那个心思 也要防止有心人伤害你 离位的事情我听说了 你相信她一个大男人 这样处心积虑讨好你 肯定目的不纯 沈音脸色微变 不知在想什么 是不是想到 我昨天对她的真情告白 说我这辈子 都离不开她的话语 我静静地等待着沈音的判决 她将高脚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毕重就轻地回答 再说吧 林青云的脸 瞬间血色全无 仿佛被刺中了哪个神经 脸色阴沉 你是我女朋友 连我这点小小的要求 都不能满足吗 哪个男人容得下自己的女人 身边围着一个对她图谋不轨的男秘书 说完对着附庸者们嗜好发令 把那个小秘书带过来 我倒要看看她有什么本身 起码比你强 你可不知道 你走后 女朋友还没满足吧 死甚虚宰 不等那群勾腿动作 我就自觉走了进去 不好意思 第一次来找不到路 迎面被红酒杯砸了满头 血液混着心红的红酒 从我额头缓缓流下 朦胧的视线中 我看见林青云快步走来 一拳 又一拳 砸在我的身上 我的脸上 真疼啊 奶奶被他们打的时候 也是这么疼的吗 无人为我说话 我也没有反抗 任由林青云发现 这群富二代的圈层 从来不会在乎我 区区一条见命 估计等林青云发现够了 他们还会不以为然地夸上一句 青云个人可真好 下手真轻啊 除了陷阱我 用我来平息 他心上人的怒火 沈樱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但我保证 从沈樱的角度 他能看到 我最脆弱倔强的样子 我心里想着 还不够 这还远远不够 林青云眼中露出残忍的笑 阿英 二选一 要么现在 辞退这个所谓的秘书 不许他再靠近你半步 要么现在 就赶他下游轮 否则我就马上回M国 再也不回来了 身边唯一跟我关系不错的小弟 欲言又止 青云哥 可咱们 现在已经出海了 现在把梨未赶下船 他只能进海里喂鲨鱼了 我扯出一抹苦笑 我细心打点了四年的关系 终于没有白费 至少还有人会为我说一句话 沈樱 这个狠立如斯的女人 哄林青云时 却是那么耐心温柔 青云 即使这几年 你不在我身边 我也只爱过你一个人 可我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 哪个没有点需求 你是我的男朋友 他只是我随手的一条狗吧了 怎么配合你相提并论 果然是个捧在手心 怕碎了的心上缘 在林青云回国之前 从来没人敢这么忤逆 威胁过沈樱 甚至是对沈樱发脾气 逼迫沈樱做选择 沈樱的小弟 后知后觉 刚才说错话了 小心翼翼地讨林青云开心 青云哥 他不要脸 照之急来挥之急去的 就是沈姐的一条舔狗罢了 你别放在心上 林青云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声线温柔无比 却如同复古蛇蝎 让人避之不及 好啊 只要你将现场 醉裂的酒喝完 那我就不追究 你之前犯的剑了 我要让你知道 不是什么人 都可以想的 所有人都在围观 我被林青云羞辱 沈樱也不说话了 就像从前无数次那样 他希望我向他 展现我的忠诚 希望我主动 替他做出决策 这样他便不用承担 将我推向地狱的责任 我赔了他四年 这四年 别人能做的 不能做的 我都为他做了 我知道 沈樱找不到 比我更好的替代品 所以 我能察觉到 刚才他对我的态度 有些动摇了 但我在他心里的分量 还远远不够 今晚 我要用自己 逼沈樱看清他的内心 所以 在豪华游艇闪耀的霓虹灯下 我用最澄澈的一双 眼望着沈樱 盈盈 你永远都不知道 我有多爱你 我说过 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你 除非我死 随后 我拿过林青云指着的 那瓶醉裂的酒 大口大口地往自己嘴里 惯 即使中途被呛了好几下 我也从未停止手里的动作 直至一大瓶酒 近乎见底 围观众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因为这瓶酒之烈 连场上千杯不醉的男人 都顶不住 可他们不知道 这几年陪沈樱出入无数场酒局 早已喝到味穿孔的我 如今可以面不改色地继续喝下 对我身体伤害最深的东西 沈樱眼神冰冷 而林青云 则是像打赢了一场战役似的 快意地盯着我 酒夜从嘴角一出 刺痛了我的肌肤 我知道自己是在拿命去赌 但如今的 我也只剩这条命 可以拿来做筹码了 我要赌 沈樱会对我动真情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必须拼死一搏 才能拿下这场逆风局 要是成功了 过了今晚 我就会成为大小姐心口的朱砂痣 而林青云 则会从白玫瑰 变成沈樱衣服上 沾的一粒饭渣子 喝完最后一口酒 我的脸已被染得通红 邮轮上 所有人都沉默不语 我强撑着身体 缓缓走向沈樱 在众目睽睽之下 我还上沈樱的腰 附在她耳边轻声说 我做到了 樱樱 而后笑得凄凉 但她不会那么轻易放过我的 在沈樱错愕到 还来不及反应时 我就决绝转身 往海里纵身一跃 再次睁开眼时 我发现自己穿着病号服 安然无恙地躺在病床上 只是腹部的剧痛 让我现在都直不起身 我自嘲地笑了笑 再这么玩下去 迟早会把自己的身体 玩坏 听说 是沈樱亲自跳下海 将我就上来的 小护士来给我换药时 喋喋不休 眼里全是对我的羡慕 直夸我是人生赢家 我不置可否 住院期间 我夜夜不得安眠 沈樱公司事务不忙的时候 都会陪在我身边 自从被救上来后 我的精神状态就不太好了 半夜经常会抑郁 对不起林先生 我没有要抢你爱人 我只是想陪在他身边 茵茵 茵茵 爱的只有你 有一次 沈樱在我惊醒的时候 用力地抱着我 柔声安慰 没事了阿卫 我在 没人能把你赶走 阿卫 她不再像以前那样 冷漠又漫不经心地 喊我离位了 我流着泪 回报她更紧 可内心却觉得 她无比可笑 对她反胃至极 渐渐的 沈樱对我比之前好了 我每天早上醒来时 都会看到 她眼下的清黑欲加浓重 她看向我的眼神中 带着疼惜 纠结又不忍的神色 她在纠结什么呢 现在既放不下林青云 但又离不开我 是吗 有一天 林青云推开了我病房的门 抱着臂 居高临下地打量我 离位 你好大的本事 居然让阿英 天天陪着你在这里耗功夫 凭什么 你不就是这脸长得 有几分像我吗 你只不过是我的替身 上次的教训 还没吃够吗 我们这圈子 有的是手段 让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 识相的话 你就自己乖乖离开 不要再让阿英见到你 否则的话 我脸色苍白 静静地躺在床上 就这么一言不发地回视着她 林青云威胁的话语 还没说完 紧闭的门 就被大力拉开 她一步步向我这边走近 用身体将我和林青云隔开 否则的话 你就怎样 沈英是笑着问话的 可这笑却让人不寒而栗 病房的气压 瞬间降至冰点 我能感受到她的韵怒 很明显 她已经再尽力压制火气了 清云 不要仗着我爱你 就越来越任性妄为了 我记得 以前的你是很明理的 任性 沈英 你在搞笑吗 求着我跟你在一起的人是你 我从来都是这个脾气 你说我任性 你的好秘书受委屈了 不就是喝了点酒 你为这么个下贱东西质问我 本来 还因递我跳海 而沾沾自喜的林青云 现在彻底变成了歇斯底里的神经病 再无半分形象可言 林青云在沈英这儿 失去白月光滤镜后 也失去了被她无底线包容的资格 沈英开始对她不耐烦 觉得林青云 从曾经难以触碰的天上月 变成了如今 阴狠无脑的废物 而从未被沈英指责过的林青云 觉得更愤怒了 沈英 当初可是你求着我回国的 我现在回来了 你就这么对我 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话落 林青云就摔门出 沈英网游林青云对她破口大骂 直至她走远了 沈英都罕见的没有去找她 有一天 沈英在病房里 给我削苹果时 接了的电话 随后便对我露出抱歉的声色 出了点事 我先回趟公司 你想吃什么 都告诉护婶 钱 我也打你卡上了 无聊的时候就玩会儿手机 看上什么就买 知道啦知道啦 看沈英啰嗦地交代各种事项 离开前还对我担心不已的样子 我嘴上硬答得很甜蜜 内心却只觉得可笑 曾几何时 她对我只有一副看待玩物的细血和冰浪 可如今 风水轮流转了 我啃了一口沈英递到我手上的苹果 想起以前都是我做这种事伺候她的 沈英没有告诉我 她这么着急 是要去干什么 但我刚才隐约听到了电话里林青云的声音 似乎是林青云说自己那边出了麻烦事 让沈英赶紧过去帮忙 我知道 沈英最喜欢身边男人的懂事 所以我压下内心的思绪 对即将离开的沈英 扬起一个善解人意的微笑 没有多问 给她留足了空间 沈英用曾经望向林青云的联系眼神看着我 轻柔地在我脸上印下一吻 随后匆匆离去 确认她走出医院后 我给一个陌生号码 快速发了条短信 她走了 可以来接我了 沈英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沈卓 是沈父养在外面的私生子 当初沈卓为沈家尽心尽力 助力沈氏集团成功上市 可最后 却连沈氏的一丁点股份都拿不到 落到了兔死狐烹 鸟尽工藏的下场 她眼睁睁看着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 轻而易举地坐上了 本属于她的沈氏总裁之位 她心里始终不甘 她想夺沈英的权 我想取沈英的命 所以 我俩一拍即合 林青云打电话将沈英叫走 确实是想趁沈英不在我身边 就派人神不知鬼不觉地 将我迷运运走 供她折磨尽兴后 再将我处理掉 这个信息是沈卓打探到的 她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 还扎舌 我这个人人 称赞的妹妹 眼光不怎么样吗 连最亲近的两个男人的真面目都看不出来 要我说 还是早早退位好了 我白了她一眼 随后同她制定了 提前逃离沈英的计划 两个小时后 我来到了一个深山老林 里面有一座烟火缭绕的寺庙 这几年 我日日夜夜陪在沈英身边 精神的闲始终紧绷着 生怕自己在成功报仇血恨前 就被沈英给弄死了 如今看着眼前的幽灵秘境 蝉房花木 我感觉自己的心灵都被净化了 心中的愁云也被驱散了不少 当我正跟着一位身穿袈裟的老师傅 吃斋念佛 悼念奶奶时 沈卓的声音冷不丁地在我身后响起 黎先生 我亲爱的妹妹在外面找你快找风了 你倒是在这里乐得清静 我无动于衷 这不是你想看到的 沈卓避而不谈 而是指着桌上全素的饭菜 看向我的眼神里带着探究 跟着沈英吃了几年的大鱼大肉 现在怎么搞起素食主意了 我不打算跟她解释 自从四年前我决定要以恶制恶恶 让沈英血债血肠时 我就违背了奶奶给我取这个名字的初心 与她赋予我的美好期许 背道而驰 我害怕 自己身上沾染太多恶魔的血腥气息 日后下去见奶奶时 奶奶会不开心 这次有很长一段时间 不用靠近沈英 所以 我便跟着寺庙里的住持 修身养性 吃斋念佛 试图减少自己身上的罪孽 自那天之后 沈卓就很少过来了 我知道 她是在外面忙着布局 一边给沈氏集团买好雷 一边抵挡沈英 在外界对我的大面积搜寻 直到两个月后 她才看好戏似的出现在我面前 上次林青云把沈英骗走 导致你不见踪影后 沈英大发雷霆把林青云整得挺惨的 现在沈氏和林氏两家集团也终止合作 把沈老爷子气得不轻 昔日爱人反目成仇 嘖嘖嘖 你本事挺大的吗 再加把力 赶紧让沈英重判清理 对了 以沈英现在对你的重视程度 两个月都见不到你 她快把整个A城都翻个底朝天了 她派出无数关系 去追查你的下落 我快防不住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进行下一步 我缓缓地摘下住持送我的檀香手串 面色无悲无喜 很快 我让沈卓将我的GPS定位不动声色地暴露给沈英 随后自己收拾好东西 离开了这片森林 开车驶回城内 车行驶了半小时 刚进入环城高速 我就从后视镜中撇到了一辆熟悉的法拉利 那是沈英最喜欢的车 红色的车身 如他人一般张扬 他就这么不远不近地跟着我 很好 看来还挺耐得住性子 我轻轻敲了敲方向盘 心中陡然生起一股隐秘的兴奋感 我倒要着看 他能沉住气多久 我俩就这么拉扯了十几分钟 沈英终于忍不住了 在跨海大桥上逼停了我的车 时隔一个月 再见到沈英时 我都快认不出他了 他受脱象了 妆容也掩盖不住难看的气色 像是一个月都没好好打理自己了 头发也乱糟糟的 衣服上还有魏韵萍的褶皱 金圈大小姐 就像个落魄流浪琴儿似的 出现在我面前 我和他分别站在高架桥的两边 站在彼此的对立面 隔着一条大道 两两相望 在他想要有下一步动作时 我终于缓慢开口 就站那别动 沈英终于止住了脚步 隐忍了许久的眼眶 终于红了 想说什么 可以打电话 我就这么盯着他 内心毫无波澜 沈英终于拨通了两个月来 第一个被我接起的电话 他开口 第一句话就是埋怨我 可声音却轻柔无比 仿佛怕把我吓跑 黎未 你可真狠心啊 知道这两个月 我有多想你吗 想你想到 茶不思饭不想 说到这 他自嘲地笑了笑 我现在是不是很难看 说到这 他又急急地开口 再难看 你也不许嫌弃我 你说过 要爱我一辈子的 他见我一言不发 将手机握得更紧了 嘴唇紧拧着 过了一会儿 他终于像下定了决心似的 开始回忆我俩的过往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你穿得可真好看啊 米色卫衣黑色阔腿裤 是我见过最帅的男孩子了 对了 我已经跟林青云取消订婚了 他居然还想派人去绑架你 我已经给他家公司教训了 我真的和林青云解除婚约了 我再也不会联系他了 阿卫 我只有你了 只有你才是真的爱我 往后余生 我只爱你一个人 阿卫 你可以不要生我的气了吗 因为我始终沉默着 所以他没有办法 只能一个人叙叙叨叨说了很多 维持着手机通话 不过 他看起来脾气好了不少 居然连我这两个月 去哪也不追究了 反而在担心 我生不生他的气 事情走到了这种地步 沈樱竟开始觉得 世界上只有我才是真心爱他的 可只有我知道 林青云才是真的对沈樱有感情 至少比我真 沈樱 你可真见啊 我将从前他讥讽我无数次的话 还给他 他瞬间呼吸一致 我望着对面的沈樱 轻笑一声 沈樱 这才哪到哪呢 你当初可是让我最爱的人 受尽折磨 然后痛苦死去 而你的报应还没来呢 怎么就委屈成这样了 沈樱愣住了 似乎没听懂我话中的意思 也对 毕竟被他害死的人太多了 高高在上的他 怎么会俯瞰地面上的蝼蚁呢 他急于求得我的答案 你不是说 这辈子都不会离开我吗 只要你陪在我身边 一切都会恢复如初 一切都会变回从前的样子 我冷冷打断他 从前的样子 你还不明白吗 林青云说得对 我早就对你图谋不轨 可我不是为了你的钱 听到我这样说 沈樱正正地看着我 我将害死奶奶的那本日记 狠狠地朝沈樱砸过去 沈樱紧张地接住了 刚开始还没想起这是什么 只以为这是我为他准备的礼物 以为本子里是我想对他说的话 直到他小心翼翼地翻到 第一页 重新开启他的年少往事后 他灯时脸色大变 沈樱手足无措地想解释 但却在此刻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毕竟他从前不可一世 向来都是别人 对他百般讨好 他哪有过 对别人如此低声下气的时刻 夏天燥热的风吹过 我想起 奶奶也是 死在这么一个燥热的夏天 我顿时内心恨一番勇 对沈樱失去了耐心 转身就走 沈樱一副快要被我逼疯的样子 黎未 我要怎么做 才能让你回头 我是真的爱你 甚至可以为你 去死 我微微一笑 光说不做 有什么用 然后就头也不回 大步往前走 我忍不住深呼吸了一口气 快了 这一切 很快就要结束了 沈樱回过神来时 就想直接横穿这座大桥 跑到我这条道上抓住我 可是 连续两个月没怎么休息的他 如今已经精神恍惚 他死死地盯着我的方向 试图靠近我 却没有注意到 逐渐破镜的大卡车 桥下海水翻涌 海风拂过我的脸庞 一切都是这么刚刚好 紧接着 我身后爆发出 砰的一声巨响 下一瞬 沈樱的身体猝不及防地 被撞飞到我面前 刹那间 过往的桩桩渐渐如走马观花般 在我脑海快速闪过 我突然鼻头一酸 四年前 奶奶被车撞倒时 沈樱也是这么冷漠至极地 看着奶奶死去 如今位置调换 高高在上府看她的人变成了我 她确实是瘦了很多 不再好看的脸 紧紧地贴着地面 沈樱的身体开始 不断向外伸斜 她看起来无助极了 但仍然努力抬头 找寻我的方向 在她和我对世上的一瞬间 我看到 她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 随后她双手颤抖着 想让我救她 她以为 我会像从前那样 满眼担忧地扶起她 然后心急如焚地 为她叫来救护车 可是 我没有 我抱着臂 冷漠地看她 纹丝未动 想起当年的监控里 她穿着一尘不染的 名贵低根凉鞋 将奶奶踩得动弹不得 我心中的恨意更甚 如今我也踩着皮鞋 狠狠地碾上了沈樱的手骨 直至听到她们完全碎裂的声音 沈樱就这么一顺不顺地盯着我 眼中带着痛苦 绝望与不解 她另一只手 碰到了我的鞋跟 却没有制止我的动作 口中含糊不清 阿卫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我们有孩子了 我笑得得意 我知道 不过是Plan B而已 如果事情不顺利 那我就付瓶子贵 再做打算 作恶多端的魔鬼 到死都不知道 被她伤害过的云云众生 为什么这么恨她 她伤害奶奶的那晚 没有监控能证明她做的事 如今 这座高架桥上 也没有监控 我送给沈樱最后的结局 是死不瞑目 我说过了 我会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让她付出和四年前一样 同等血的代价 她当初是怎么害死奶奶的 如今我也要让她怎么死去 可这嚣张跋扈的 大小姐咽气前 居然没有对我露出 一丝愈怒的神色 而是死死地抓着我的鞋跟 一边咳着血 一边断断续续地说 阿卫 我 爱 爱你 爱 她这种人 怎么配提爱这个字 真是晦气 我笑了笑 随后上车关门 坐得干脆利落 远处肇事车主的大声辩解 也随之传来 我可不是故意的 谁知道这女的不要命了 竟然敢横穿高架桥 是她自己违反交规的 都是她的错 不过这一切 都与我无关了 后面的事 都归沈卓处理了 那群曾和沈英一起殴打我奶奶的富二代 在市区开着时速200码的豪车飙车 理所当然的 发生了车祸 好巧不巧 也是葬身在了奶奶惨死的那个红绿灯路口 但自从当年警察开始查案后 那里的摄像头就莫名其妙地坏掉了 直至今日也没有修好 所以这一次 警方也只能无奈将这群富二代的案件定性为意外死亡 一时之间 沈氏集团接班人和他那群富二代小弟接连身亡的消息 火速冲上了热搜 因为他们经常不干人事 曾被他们欺压过的底层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如今全都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众人在评论区将这些恶人恶事 全都扒了个底朝天 还拉横幅放鞭炮 庆祝老天有眼 在这种喜气洋洋的氛围下 沈氏和那群富二代的公司 骨架跌至谷底 尤其是沈氏集团 甚至面临退市的危机 沈卓就趁机低价收购整个集团 如愿坐上了沈樱的位置 听说 曾经伤害过他的亲爹后妈 现在也被气得个半死 当警官找上我时 我正捧着一本厚厚的《福尔摩斯归来记》 认真阅读 刚好看到福尔摩斯对雷斯锤德说 亲爱的 我认为 当法律无法给当事人带来正义时 私人报复 从这一刻开始 就是正当 甚至高尚的 我满意地和尚书 抬头看向在我面前落座的警官 露出了四年前没有的得体微笑 她是当年审理奶奶案件的男警官 这次也同样负责审理沈樱的案件 当初这个警官跟我说 奶奶是意外身亡 找不到他人故意伤害的证据 就草草结案了 这次警官专程来问我 沈樱死前打给我的最后一通电话里 我跟她说了什么 让她做出横窗高架桥 这么危险的举动 我耸了耸肩 一脸无辜 您知道的吗 富二代快乐的欲值 就是比普通人高 所以他们 时常喜欢追求 违背规章制度的巨大刺激 警官显然对我的说辞不太满意 我抿了一口苦涩的茶水 皱了皱眉 然后扬起最完美的微笑 只是对方的眼睛 我问沈樱 她是不是当年杀了我奶奶的那个人 她承认了 想抓住我 推我下桥的时候 不小心被车撞了 如我所料 对面的人震住了 然后回避我的眼神 似是不愿再和我有更多的交流 抱着陈旧的档案 匆匆离开 我走到阳光之下 看着湛蓝的天空 心情也好了不少 我买了一束花 来到了 我安置奶奶的墓园 奶奶 我为你报仇了 当初害死你的罪魁祸首 现在下地狱 为你赎罪了 说着说着 眼泪逐渐模糊了我的视线 断了线的泪水 大颗大颗 滴落在奶奶的墓碑上 照片上 奶奶笑得慈爱和煦 我看到了 她在为我骄傲 远处响过红艳难归的啼叫声 透过郁郁葱葱的树林 日光轻柔地洒在我的身上 仿佛回到了小时候 奶奶抱着我 温生软雨地轻拂我的发顶 换我乖乖